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是阳光盛南厨房 我是小盛 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道水煮田螺 就是只是简单的一道原始做法 那就是水煮用水来煮这个田螺 然后调一个蘸料 酸辣蘸料就这样来蘸了吃 就非常简单的 也是比较原始的一个做法 好 那接下来我要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用的田螺是哪一种 然后再来酱要怎么制作 好的 桌子上面就是今天我们所准备的螺 还有蘸料所需的食材 首先就是螺 这个螺特别大 这田螺也特别大 很少在菜市场看到 今天是要幸运 在菜市场看到了 然后就毫不犹豫的就买了 买了1公斤 对 蛮多的 1公斤其实太猪 蛮便宜的 好 那这个是螺 这个已经清洗过了 那接下来就是蘸料的食材 有柠檬 大蒜 香菜根 然后再来就是辣椒 最后就是泰国的红糖 黄糖 红糖也可以 黄糖也可以 那就是来调味的 我们不需要放盐 我们只需要放鱼露 也是一样的 对 对 就是蘸料所需的东西 OK 那如果你们那个地方 或者是你们所在的地方 没有这个鱼露的话 也是可以放盐来调的 这个没有说固定的 OK 那我们话不多说 接下来我们要来先把这个锣给煮一下 煮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把这个蘸料给弄一下 这个锣一定要把它煮得特别熟 不然里面的那些寄生虫 那些细菌 都在里面的话 你吃下去就会容易生病干嘛 都会有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煮熟了 这个锣给煮熟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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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 那我们的这个水煮田螺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到了开吃的时间 那刚刚也给大家展示过是什么样子 那今天我就不站着吃了 我今天要做了吃 像当个吃播一样的 好 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吃吧 那这道菜也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直接煮了之后 调一个蘸酱就可以直接吃了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吃 好 大个 拿个牙签 一定要有个牙签 不然这个肉很难拿出来 你看这个肉还是挺多的挺大的 好 那我们就直接吃吧 哇 这个真的是非常诱人的 我十多年都没吃这个田螺啊 今天真的非常幸运买到这个田螺 太好吃了 这个蘸料真的是酸酸辣辣 完全 这个真的是滴滴倒倒的 原汁原味 野生 感觉在荒野求生那种吃这种东西来的 哇 这个 太棒了 而且我们煮这个田螺 是煮的挺久的 就是为了让它里面的东西全部都煮熟 细菌啊 全部都煮死了 这个 对 哇 这个太棒了 哇塞 嗯 再来一个 大的 大的 哇 大 这大 哇 这大萝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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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那么美味 喜欢吃田螺的小伙伴们 可以去这样做一下 鲜鲜不错 辣酱的话 也可以参照我这样的做法来做 当然首先是你要能吃辣 如果不能吃辣的话 那也可以稍微微辣一点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要酸酸辣辣才好吃 如果不辣的话 就没有那个味道了 真的 好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会坚持每天分享一道美食给大家 那如果你还想看我更多的作品的话 订阅后记得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分享视频了 好的 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Sawarika